可以听见吗 吴老师 可以可以 您可以来 王老师 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首先非常感谢CGM 还有吴老师的一个邀请 也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一个介绍 那么下面呢 我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两个小的工作 揉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报告 那么题目是 我们国家西南山地 百慕属物种的普希分化和达交历史 那么这个工作呢 我们也是做了 应该是13年 我的面上项目开始 到现在也是做了有六七年了 那么这中间呢 发了几篇文章 那么这个其中的最近的这两篇呢 是用那个高通量做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屏幕好像 稍微等一下 这个屏幕好像挂掉了 我重新分享一下 没事 好嘞 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了吗 可以可以 OK 好啊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报告大概是四个部分 分别是背景 然后呢 这个一个是 我们国家这个 二级保护植物 敏江摆的一个进化历史研究 那么这其中就包括它的一个普希分化和达交 那么另外一个工作呢 是我们国家这个一级保护植物巨摆和云南风部的这个甘香摆 它们两个之间的达交建设 那么最后呢 我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节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宏观生物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生物多样性到底从哪里来 那么实际上生物多样性这几年是非常火爆 那么现在最新的 趋势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系统发育多样性 整合到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个分类群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里面去 从而去解析什么呢 解析这个生物地理进化历史 解析我们这个群 和群现在都非常多 大尺度的工作非常多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问题 一直在被提出来 而且在西大能够进一步解决 像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在我们国家呢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国家西南山地的这个 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我们国家西南山地有一个热点 那么另外一个热点地区就是喜马拉雅地区的这个 也是一个热点地区 那么这个都是跟我们国 都是在我们国家西南地区 那么当然就是说喜马拉雅 还有一部分是跟这个喜马拉雅南坡的一些国家 在一起 但是呢 整体上来说 这个第三级周边地区的这个生物状性的很高 那么到底为什么 那我们一直在寻找答案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生物多样性 一般认为它是有三个因素来决定它 一个是物种形成的一个速率 一个是物种灭绝的一个速率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物种迁入的速率 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用一个水槽 比去水槽里面的水 比于一个地区的一个物种多样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物种形成就像那个水龙头上面来的水一样 而灭绝就是这个水龙头 就是这个水池里面的这个下水道 是吧 那么可能就从这个地方流走了 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从外面可以摇水到这个水池里面来 因此呢 从这三个因素上面的控制来说 我们可以去解决 为什么某些地区的生物多样也更高 那么一般来说 都是生物多样性里面的这个物种形成速率增加了 然后呢 它的这个外来的迁入率也可能增加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可能它的这个灭绝速率降低了 那么这三个因素呢 都可能从各种方面来一起推动 这个形成一个高多样性的一个地区 那么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 实际上也就可以用这个来解释 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多样性形成的速率比较高 灭绝率速率比较低 然后迁入率呢 也是有一些因此上呢 我们国家西南山地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种多样性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了 从宏观上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从微观上来说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微观上一般来说 我们会更多倾向于看 它这个物种形成的速率到底怎么样 因此上呢 我们从物种形成上来说 从系统发育数上得到这些信息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放到群体的放大镜上面去看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物种形成 它更多的是在群体上最基本的一个过程 因此上呢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 主要是从群体的水平上 来试图解决宏观 进化的一些基础单元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从这方面来说的话 那么现在又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说 就认为说第四季的时候 那么这个因为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 那么气候的变化 反复变化 变暖和变冷的时候呢 那物种之间它可能会发生反复的二次接触 和一些达礁 还有这个健身等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反复的接触 那么从而呢 导致山区的物种动用性进一步增多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近提出的一个 就是第四季气候变化 对山地物种动用性的一个贡献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Rabic 2019 这是发表的Science 他们一篇小review 大家要是有空的话 可以去感兴趣 二次接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一般我们认为 它会发生一些达礁 甚至可能发生践盛 他们两个物种相遇的时候呢 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两个物种相遇的 然后 这种可能性就有了一些机制 导致他们之间的 这个总监界限加强了 所以说两个物种碰到之后呢 进一步他们就分化 还反而进一步加强 形成两个更明显的物种 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下就是两个物种 发生了达礁 然后呢 形成了稳定的达礁带 两个物种还是存在的 但是他们中间 过度的区域呢 形成了稳定的达礁带 那么这些稳定的达礁带 有可能就是说 里面出现一些物种 一些群体 它独立出来一个新的生进 那么经历了一个 进化历史 就会形成第四种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物种形成的一个 就达礁物种形成的一个情况 当然 这个达礁带还会有一些群体 那么它会不断的反复 跟其中一个清本进行回礁 最后呢 形成什么呢 形成我们叫达礁建盛 那么就是我们右下角 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国内是 对这个达礁建盛 发表了不少文章 像我们这个最著名的 就是汪小如老师 还有这个建峰 他们做的这个高山松 当然还有 马老师 马小菲老师 还有 高山松他主要分布在 我们国家这个 青岛高原地区 那么他其实是我们国家 北方的游松 和我们云南那边松度的 这个云南松之间 达礁产生的一个达礁物种 那么这个先会发表 一系列的工作 那么我们实验室呢 就是刘彦弦教授这个组呢 像松永帅 还有这个刘彬彬 他们分别发表了 这个紫国云山 和这个居中虎真子 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达礁物种的 这样的工作 当然还有更多的工作 这个地方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总之呢 我们国内对这个 就是同辈体 达礁物种形成的工作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那我今天 我做的这个工作呢 主要是集中在 狭义摆墓鼠 那么实际上 狭义摆墓鼠 它是相对于 广义摆墓鼠来说的 广义摆墓鼠之前 那么大概 大家认为它有 二十多个种 将近三十个种 但是呢 到底划分成几个鼠 是有争议的 那么我们之前 做了一篇工作 就一直认为 它是可以划分成四个鼠 其中呢 这个四个单系的鼠 那么这个 有两个是 那么有两个鼠呢 只有一个种 那么另外两个鼠 相对来说 物种丰富度要多一点 那么其中 狭义摆墓鼠 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狭义摆墓鼠 它有大概十二个物种 那么这十二个物种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 分布在欧亚大陆 那么在非洲大陆上 也有分布 也有分布 那么它是这个 峰霉一胶的物种 然后呢 它的这个种子呢 主要是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通过球果里面 掉出来之后呢 通过重力传播 当然也有可能 风里能吹一点点 但是不是很远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它这个物种之间的界限 物种之间的这个 生殖隔离的这个机制 可能并不是很完整 OK 我看看大家能听见吗 OK 好 可以 能听见的就好 OK 好好好 我就害怕 今天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学生突然听不见了 因此让我check一下 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之前开展的工作 就是我参与的一个工作 我们在2011年 就用了这个 371个个体 66个居群 来源于八个形态学物种的 这样一个工作呢 我们去发现呢 就是说青岚高原的 这八个形态学物种 它们互相之间 共享单蔽型非常少 因此我们当时就认为 这个异域物种形成呢 是青岚高原百木属物种 形成的一个主要的模式 但是呢 我们 那我们后面 又逐渐的再做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就有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关于这个 闽江百木的一个故事 那么闽江百木呢 它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 那么它主要丰布在这个甘肃省 四川西部 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上面是它的一些 这个照片 包括它的这个形态的 它的深境的一些照片 那么我们当时在2010年的文章里面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闽江百 它甘肃的这个群体和四川的群体 它们分别聚在两个 这个不同的进化分支上 因此我们就认为甘肃和四川 它们可能是有一些 甘肃群体和四川群体有些分化 那么我们后面到2014年的时候 我们又用六套微微星去做了一下 就发现这两个物种 还是这两个谱系 或者说甘肃和四川的这两个群体 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分化 但是同时呢 还是可以看见 它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 当时就觉得这个 有必要再深入做下去 因此我们又用了10个 这个夜律体基因去 进一步 夜律体单口碑基因 进一步去做了一下 它的这个群体群体 我们就发现 当K等于2的时候呢 甘肃和四川 它们两个是 就是它们两个分化 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当K等于3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好像还有一些故事 没有起 右面的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甘肃和四川 它们中间是有一个 一个我们叫遗传屏障 Genetic Barrier 这个因此上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 Genetic Barrier 或者Gen Flow Barrier 把它们两个 这个群体 分成了两个 进化独立单元 就是所谓的 Evolutionary Significant Unite 也叫ESU 那我们后来就是 之后呢 我们就想用群体转路 去做一下这个物种 因为想看一下 就说到底这个 敏江白里面 有多少个ESU 我们前上面 前面的这个传统 这个分子标记 它可能分辨率有限 那么它找到了两个 那么但是我们当 用10个这个核基因 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里面 还有一些东西 不确定 那我们就看到底有几个 这样的ESU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不同的 独立进化单元 它们之间 适应性上面 有没有差异 那么我们可以 进一步看一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过去的环境变化 还有这个杂交 到底在它的 这个进化历史上 和群体历史上 发生了什么 什么样的这个 贡献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从现在 现在我们得到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 我们这次 这个高通量测序的 这个工作得出来的 有哪些保护升学 启示可以用 那么这是我们数据分析的 一个这样的大致的流程 那么一般 我们是测了一个 三代转路组 作为全场转路组 这个全场转路组 作为一个reference 然后把我们 其他采到的一些群体的 二代测序的转路组 map上去 然后把SMP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推套他的 来看他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结构 遗传分化 然后看他的这个 种群动态历史 看他的这个 适应性遗传差异 还有我们也用生态位摸拟 看了一看 他们生态位上面 有什么分化 最后就是看 他到底有多少个 ESU 然后呢 看看他这个 过去的环境气候变化 和达交到底扮演什么历史 什么角色 最后呢 来解决 我们想要解决的 这个保护升学的问题 那么我们一共是做了82个体 这82个体是从13个巨群来 那么他们分别分布在三个不同的流域 分别是白龙江流域 它在甘肃南部 闽江流域在那个四川的这个西北部 还有这个大渡河流域在四川的西部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大渡河里面 大渡河流域有五个巨群 在闽江流域有三个巨群 在白龙江流域有五个巨群 然后我们就是一般都是背着叶蛋罐过去 然后把这个叶片踩下来之后呢 然后立马就扔到这个叶蛋罐里面带回来 然后再转移到这个 这个负80度冰箱里面保存 那么直到我们送到这个相应的测序公司 去把这个序列 把这个转路的序列给测出来 那么我们全场转路总 我们是做了一个个体 我们是把这个叶片 还有它这个球果 还有它的这个 应该是韧皮部吧 它的韧皮部混在一起 然后分别建库 然后最后混在一起进行测序 最后我们得到大概有 两万一千零六十一个这个Unergy 然后我们大概最后 它的N50有三兆多 然后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82个个体的这个SMP Calling的时候 我们一共得到了26万多个SMP 然后呢这个其中三个不同的流域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SMP的数量并不是特别一样 那么大度合流域的SMP数目最多 其次是白龙江流域 最后是这个敏江流域 那么我们进一步就做了一些 这个BSG类分析 我们用这个Mixer做完之后就发现呢 就是当K等于二的时候呢 白龙江流域和大度合流域的这个群体 它是重合的 但是敏江流域的群体 就是中间这个流域的群体呢 它是一个混合的状态 当K等于三的时候呢 中间这个流域的这个个体也是一个重合的状态 同时呢 另外两个流域的个体也是重合状态 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过去的新统发育数 发现新统发育数也是支持这三个 我们暂且叫三个谱系啊 这三个谱系都是单系的 同时呢 就是说敏江流域和白龙江流域 它们的亲缘关系更近一些 那PTA分析的话也是支持他们 具有三个不同的 三个不同的cluster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基本上确定 就说这三个不同流域的个体 它们可以形成三个不同的谱系 那么这三个谱系呢 中间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白龙江流域和闽江流域 就是所谓的这个北边和中间的流域 这两个linage或者谱系 它们的亲缘关系更近 那么我们进一步做了一下 它的这个遗传多弯性 还有它这个谱系之间的遗传分化 我们就发现 首先就是说 三个这个谱系 它们的遗传多弯性都还比较高 那么都是在0.48到0.53之间 另外呢 我们第二点我们就发现 这三个谱系呢 它们互相之间的这个遗传差异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FST和DXY 封别比我们另外一个工作里面 干箱摆和聚摆这两个分化的 比较好的物种的这个 这个DXY和FST值比的话 都毫不逊色 因此上呢 我们就认为 这三个谱系呢 它们分化的是比较好的 也有可能将来 不排除把它们作为三个物种 来对待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呢 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非常稳定的这个形态学证据 因此上去把它做成三个物种 可能会有一些争议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要进一步研究 那么第三问题说 还是跟刚才的这个 跟刚才我们这个 系统发育术里面的结果是一致的 就是说 白龙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 它们之间的这个谱系分化 是最大的 那么 而 而 闽江流域 就是中间这个 我们认为 有可能是 达河的这个谱系 它的两个 南北两个谱系的 这个遗传差异呢 相对来说是 要小一些 那么我们 我们又进一步做了 它的这个生态位摸紧 就发现呢 这三个 谱系呢 它们之间还是有 很明显的这个生态位差异 但是呢 可能白龙江流域和闽江流域 它们的生态位 相对来说 是比较接近的 那我们又进一步 做了一下这个 适应性的这个遗传 遗传差异 那么我们最后用这个 BS scan 我们找到了226个 这个正选的基因 那么这些正选的基因呢 那么其中里面有一些 跟这个天类化合物 相关的合成通路 那么是有 是有一些 有一些的 那么这个天类呢 有时候它是跟这个 植物 就是这个蒸叶术 防御空虫啊 或者防御一些 病原卫生物相关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 就像这个 物质素的 这个代谢途径等 也有一些发现 那么这就是 我们找到的一些 它这个 适应性遗传差异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这适应性 遗传差异就表明 三个 不同的这个 普系 它们经受的 这个选择压力 可能是有一些 差异的 那么我们 为了进一步验证 就是中间那个普系 刚才我们讲 当K213的时候 这个闽江流域的 这个普系 它是一个 混合的状态 那么它到底 是不是达交起源的呢 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用模型 验证 验证一下它 那么因此 我们就用 FastViewCore 我们设计了 11个模型 这些模型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模型是 假设这个 闽江流域 这个普系 就是N2 它是一个 达交起源的 那么还有一些 就认为 它有些 有些模型认为 它可能是跟 白龙江流域 或者说 北面的这个普系 更相近 还有另外一些 是认为 它跟南面的普系 更接近 当然还有一些 是因为它们 最开始 就是一个 快速的 一分为三的一个过程 那么到底 哪个 哪个模型最优呢 我们最后 结果就表明了 可能模型三最优 模型三就认为 这个闽江普系 它是一个 杂交起源 同时呢 这个白龙江 和大渡河流域的 这个普系 起源之后呢 它们 分化之后呢 是一直有基因流的 那么包括 这个闽江流域 这个普系起源之后呢 也是一直存在 基因流的 那么这个模型 是最优的 那么 除了刚才的 我们发 SIMCore去验证 它是一个杂交普系之外呢 我们还用 这个FillowNet 也做了一下 这个分析 那么FillowNet 也是一样的 同样 我们还是支持 这个白龙江 白龙江流域 和大渡河流域的 这个普系 杂交 产生了闽江流域的普系 那么其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最下面的一个图 就是说 白龙江流域 它可能建立一串组分 相对来说 要比大渡河流域 要多一些 它可以达到 将近59% 而大渡河流域呢 大概只有41% 那么这个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前面的FST 和这个DXY值 Pairwise FST 和这个DXY值 里面呢 就是说白龙江流域 和米江流域 更接近 那么这个 也可以 两个结果也是吻合的 那我们进一步就来看 就是说 那既然这个历史 我们大概给它捋了一个差不多 那么我们还是想关心一下 它这个事件 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么我们就想看一下 大渡河和白龙江流域 他们之间 根据这个FST 模型 他们之间 大概是什么时候分化的 那么这个分化时间 我们大概 框定在4.46个百万年 那么这个时间呢 实际上 跟这个横断山 它的一个笼生时间 大概是吻合的 那么目前的 很多文献都认为 横断山 这个区域呢 大概是在 往中心市 到 到Light Mewton 就是大概是 11.63到2.58个百万年 这样的一个区间 里面笼生的 那么刚好跟我们这个时间 也是大致有些吻合的 但是呢 我们可能后面 还要 因为这个 横断山笼生呢 这个时间尺度实际上是有争议的 我们现在也在写一篇棕树 希望能够提供一些 这个 相对来说 提供一些澄清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首先就看到 这个 首先 就看到这个 大度和 这个我的这个 一个动画掉了 所以说 有点意外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横断山笼生 就导致 那么 甘肃省的白龙江流域的一个谱系 和四川省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大度和流域的谱系 他们中间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异域分化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呢 进一步来看 就是发现这个 闽江谱系 就是我们 中间的这个谱系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杂交起源的 那么这个杂交起源的时间 大概是1.34个百万年 那么它这个时间呢 是跟这个青藏高原 最大一次这个 冰期是相吻 相对来说是比较吻合的 那么最大一次冰期呢 大概有两次冰期 一个是那个西夏巴马 冰期 另外一个是那个 涅槿熊拉冰期 那么他们两个 合在一起 大概这个时间 是1.2到0.8个百万年 然后我们进一步就 又把这个 我们除了这个 合机构建的系统发现书之外 我们又把叶律系的 S&P给它抠出来 构建的系统发现书 我们就发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说这个敏江流域的 这个杂交谱系呢 它的这个叶律体经 和大渡河流域 和南边的这个 大渡河流域的 这个谱系的 这个叶律体 单位型呢 它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 一些研究员表明 百科的这个叶律体经 它是通过花粉穿破的 因此这样我们就认为 可能是大渡河的 这个花粉呢 它来和这个白龙江流域的这个 这个蜘蛛一起来产生了后代 那么产生了后代之后呢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大渡河流域不断的是有花粉过来 因此上呢 最后呢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打胶皮的形成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 但是呢 现在我们初步得到一个结果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得到上面这些结果呢 到底为我们保护这个国家二级保护之物有什么 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那么首先我们认为这三个谱系 他们都经历了独立的进化历史 而且他们的分化时间呢 也相对来说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因此我们认为 可以把他们作为三个独立的进化单元来处理 那么每个独立的进化单元呢 给他制定不同的保护策略 那么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说 大渡河流域 它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 那么这个大渡河流域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南面的这个谱系 那么它的这个分布范围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那么因此上呢 我们就认为 我们就认为这个 这个保护单元相对来说 它的状况是比较乐观 但是呢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 就是说大渡河流域现在修建的水电站挺多的 那么这个水电站一修 那么就会有大片的这个敏江百被淹掉 因此上呢 可能水电站建设这一块 对它的威胁也不容小觑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白龙江流域是刚才看到的这个 甘肃省 那个保护单元 那么它的这个 现在这个状况非常不乐观 那么可能只有 非常少数的一些群体 可以看得到 因此上呢 这个保护单元呢 我们要 要花大力去保护它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中间的 刚才讲的这个敏江 普系的 敏江普系 或者敏江的这个保护单元 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可能认为 它是这个杂交起源的 是不是可以不用保护 实际上我们认为 因为它经历了独立的进化历史 因此上呢 还是应该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而且敏江的这个生态 本来就比较脆弱 那么实际上 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敏江 就在 进行营造 那么在这个营造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还是想 优先是不是能选择 本地的这个达交普系的 这个 这个敏江 它可能对当地的这个 适合度比较高 那么对后呢 我们还是用那个 用那个一些图来表示 我们这个今天讲 我们这个第一个工作 讲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 我们认为 就说 横断山的笼生 导致了这个 白龙江普系 和这个南边的 大多河普系的一个分化 那么这个时间 大概是4.46个百万年 那么后来 这两个分化之后呢 那么到了第四季 最大一次宾夕的 新疆高原 最大一次宾夕的时候呢 就导致这两个普系 他们之间相遇了 相遇的时候 产生达交代 那么这个达交代 中间的一些群体 他因为经历了 后来就逐渐的 进化成一个 独立的这个普系 那么这个时间 大概就是在 1.34个百万年 那么因为他们 有独立的地理分布 独立的生态位 而且有独立的进化历史 因此上呢 这三个普系 我们应该把它们 当作三个独立的 进化单元 来进行保护 那么这是我们前面 介绍的第一个工作 那么下面 我们先来 我们来介绍第二工作 那么第二工作呢 是关于这个 我们国家西藏东部 风部的巨板 和我们国家云南 还有四川一带 风部的干香板 之间的杂交建设 那么首先呢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两个物种 它会相遇 相遇的时候呢 它们会形成杂交代 那么这个杂交代 有时候会比较稳定 那么 那么这个杂交代的组成 除了它比较稳定 它有时候组成也很 也很 很复杂 那么它有时候会 包括F1代 包括F2代 回交一代 回交二代 回交三代 等等等 那么会有很多 不同的世代的 一个混合的情况 那么这里面 一个 Hybrid Swarm 或者杂交 我们叫杂交群 那么这个杂交群里面 它是有丰富的 遗传变异的 那么这些遗传变异 进一步 可能还会导致一些 进一步的后果产生 那么一个就是 可能这些里面的群体 会不断地跟其中一个 亲朋进行回交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渐胜 这个渐胜的 更进一步讲 就是物种之间的 基因传递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说可能 这里面的物种 这里面的群体 那么他们占领了 独立的生肽胜位 像 像我们前面讲的 高山松 紫果云山 还有包括前面讲的 这个居中虎生子 还有等等 很多其他 我们发现一些 这个杂交 同媒体杂交物种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占领了独立的生肽胜位 形成了新的物种 或者谱系 那么第三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可能这种 这两个 副本里面有一个 有个亲本 它是比较稀有的 那这个杂交一来之后呢 可能就把这个亲本给灭绝 为什么呢 可能他们这个杂交群里面的个体 反而比他的亲本的 适合度更高 那么他就把他的亲本给竞争掉了 那么他的亲本就会灭绝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是我们保护生物学上面 是不行的见的 但是呢 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三种情况 都不可能发生 可是偏偏 在我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遇到了两个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 新普系的一个达交 新的达交普系的形成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剑胜的一个case 那么剑胜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么首先两个亲本物种 达交产生F1代 那么这个F1代 它分别有两个亲本各一半的 这个遗传物质 那么再进一步 那么到第二代的时候 F2代的时候 还是两个亲本各50%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时候 自体上的片段会进一步打碎 进一步重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番块就代表这个 基因组上面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片段的一个长度大小 就是亲本重合的 这个片段长度的大小 那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它可能这个F1代 会和其中的一个亲本种 进行一个回交 那么回交一代的时候呢 如果假设是跟A回交 那么回交一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回交一代里面有75%的 这个遗传肚分是从A来的 剩下25%是来自于亲种B 那么当这个回交不断进化 不断产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B物种里面的 就这个达交后代里面 B物种的这个遗传肚分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么到第五代的时候 那么这个回交五代的 就是这个达交后代呢 它只有1.56%的遗传肚分 是从B物种里面来的 那么到了这个第N代的时候 那么就只有2分之1的N次方的 这个比例的B物种的遗传肚分 在这里面存在 因此呢 我们就认为 绝大多数的遗传肚分 都是来自于A 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B 这就是很典型的 一个达交建设的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达交建设 我们上一期的这个 这个这个主讲人 实际上我觉得 应该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还是重复一下 如果请大家包含一下 那么说到这个 试一系遗传建设呢 实际上在植物和动物里面 发现的都比较多 那么在植物里面 比较经典的案例 就是向日葵 那么这个是Loren Riesberger 也是我们现在 Molecular Ecology 这个杂志的主编 他们实验室 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向日葵的一些工作 那么另外 那么当然就说 这个达交建设的 这个工作最早 其实是在这个 Arnold的时候 就是这个 Georgia University 那个Arnold 他们实验室里面 做的这个工作 但是当时因为 主要还是用这个 形态上的一些 形态上和这个 适合度上面的 一些数据去做的 那在动物里面 这个例子就更多了 那么当然 我这个地方 举的这个例子呢 可能更好玩 那么它是 因为也是为了 跟这个原来 这个人类的 这个例子 错开 我举的是 文字的例子 那么这个 非洲推行这个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里面 就导致其中一种 文字产生的抗药性 那么这种抗药性 迅速的又传 拖到了铜域风部的 灵域风部的 另外一种文字身上 所以说呢 这两种文字 都产生了抗药性 那么当然就说 这个动物里面 还有丹尼索瓦人 和藏人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 适应性达交建设的 例子 就是丹尼索瓦人 里面抗低痒的 抗低痒胁迫的一些基因 传到藏人里面了 从而帮助藏人 征服了高原 那么还有包括 我们讲 这个藏 藏 它为什么适应高原 实际上也不是狗 自己独立适应产生的 那么可能这里面 这个青藏高原的 这个灰狼里面 适应高原的基因 在里面 可能跟这个藏狼 发生了杂交建设 从而呢 帮助藏狼 适应了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其实 还有更多的例子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那么我的这个工作呢 是关于这个 青藏高原的干香柏 青藏高原的巨柏 和这个青藏高原 东南原的 这个干香柏 这个杂交建设的 故事 那么实际上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不认为 他们之间 从来打交建设 因为他们两个 峰部的范围 是完全不重叠的 我们可以看见 巨柏是峰部在 我们国家西藏 东部 在林芝 朗县一带峰部 那么这个干香柏呢 它主要峰部在云南地区 在云南北部 中部 南部都有峰部 那么有些时候呢 在四川 也有一些零星的峰部 那么他们两个 这个英语名字 也是比较有意思 这个巨柏呢 叫Tibetan Cypress 然后呢 这个干香柏呢 叫Chinese Cypress 然后 对对 不好意思 刚才还忘了介绍 他们俩的这个形态 形态特征 我们可以看 球果大小是不一样的 然后球果形态 也有些差异 因此上呢 我们在野外采集的时候 不存在 会把两个物种 就是 就是 认错的这个情况 不存在 另外一个就是体型上 差异也很大 那么巨柏一般都是比较高 而干香柏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 生长的这个高度各方面 和巨柏还是有差异的 当然 干香柏它之所以没有大数 也有可能是原来 被我们的古人给砍完了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那么我们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丰布上来说呢 巨柏和干香柏 它们两个中间 是有很大的这个gap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在干香柏采集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干香柏它百部的群体 和南部的群体 这个小叶的这个 粗状程度不一样 就一个叶的粗 一个叶的细 我们当时就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来我们就把他们 这个生态位的数据 拿出来做了一下 看了就发现 很有意思 就说因为 干香柏北部群体 它丰布在海拔 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地方 大概是1900到3000的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南部的这些群体呢 它一般就 最高也就是丰到2400 那么最低也就是 可能就是几百的这个海拔 因此呢 但是呢 气候上来说 两个差别还是很大 北部整体来说 要干一些 冷一些 南部相对来说 要湿一些 然后热一些 那么我们后来做的这个 叫环境因子的 一个聚类分析 就发现聚摆和干香 聚摆和干香柏北部群群 他们是相对来说 是聚集在一块的 然后南部的干香柏的 这个遗传因子 相对来说 他们是更接近的 因此上呢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这个北部干香柏 它适应这种 相对来说 干一点 冷一点的环境 它和这个聚摆的 这个适应的生境 是比较相似的 那么它这种相似性 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吧 它有可能 有两种 我们的 显而易见的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这个干香柏北部群 和聚摆 它们分别独立适应了 这种干汗 稍微干汗 稍微寒冷的环境 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聚摆和干香柏 发生了杂交渐肾 那么导致了 这个聚摆里面的一些基因 到干香柏北部群 里面来帮助它 适应了高海拔环境 但是这样 两种假设 我们还是需要后面 进一步进行验证 那其实我们初步 我们初期 早期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就发现 这两个物种 在2010年的工作里面 我们的叶力体 它们两个之间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完全是没有 没有这种交集的 但是呢 它们是紫媚 紫媚物种 相当于风化的 比较近的两个物种 那我们后来 用用这个叶力体卫月星 用这个合金卫月星 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聚摆和干香柏之间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是干香柏 这个是聚摆 它们两个之间 基本上也是看不到 有什么经营交流的迹象 反而是看到这个 干香柏内部 有一个南部和北部的 一个分化 那么这是我们 初期得到一个结果 因此上呢 我们就进一步 也验证了我们前面的 一个形态学上的 和这个深境上的 一个差异 那下面我们 就想用这个 高通乱次序的数据 来看一下 到底北部干香柏的群体 它的这个 亲缘关系 跟哪个更近 那么它到底是一个 独立的平行的适应呢 还是一个适应性 建设导致的 那么这是我们 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这三个群体之间 它们的经流模式 是什么样的 对吧 从哪个到哪个的 经流更高 从哪个到哪个 经流更低一点 那么从这个经流的模式 我们也可以来看 到底有没有 杂交建设发生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这种 适应性杂交建设 有没有可能 存在呢 对吧 这是我们上面的 两个假设中的 其中一个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方法 和前面这个 米浆板这个方法 其实比较类似的 我们还是 还是做了一个 这个群体的重色序 我们在聚版里面 大概采了12个群群 30个数 在干箱版里面 采了11个群群 35个数 然后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 二代的这个 转路度测序 去收集它的 SMP数据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 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因为 因为当时 20 我们2014年 采集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三代的 这个技术还没有普及 因此让我们当时 是找了一个 二代的这个转路组 把它进行这个组装 组装这个reference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群体的数据 map的这个reference上去 从而呢 把这个SMP 给它找出来 那么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做这个 系统发育和群体 遗传结构的一个分析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又进一步做了 这个种群动态的分析 做了这个 我们受选择位点 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打错了哈 我们之前的一些版本里面 做了这个表达差异 但是后来 我们投到那个MBE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审稿人认为 这个 这个 可能不太可信 后来我们就把这根去掉了 那么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 又选择了一下这个 选了一下 建设的基因 最后我们把建设的基因 候选基因 和我们前面讲的 受选择的候选基因 重叠在一起 求一个子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出了一些 非常确信的 适应性建设的这个基因 从而来解决 回答一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适应性建设 对吧 那我们 大概这个 组装的这个转路 这个参考转路组 大概有 8万5千多个 Unity 然后呢 它的这个N50 大概在1兆左右 然后呢 我们又分别做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群体的数据 拿来 CoinS&P 对我们得到的这个 两个物种放在一起 一共有8万7千8百多个S&P 但是每个物种单独 靠S&P的话 它的这个 S&P数目是 都在12万左右 那么 那么现在就是初步的一个结果 我们做了一下这个 PDA聚类分析 就发现 首先聚摆是一类 然后呢 干像摆北部聚性是一类 干像摆南部聚性是一类 系统发育数也是同样的 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在Structure分析的时候 就很有意思 我们的Structure结果就表明 当K等于2的时候 干像摆和聚摆 它们是 分别独立 聚成一个遗传谱系的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当K等于2的时候 干像摆北部聚群 它里面有 很小一部分 这个遗传组分 或者组源成分 是来自于聚摆的 那么这个就验证了 我们前面讲的 到底是剑胜 还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么显然我们这个地方是支持 它是有剑胜存在的 那么等K等于3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北部干像摆 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谱系 但是同时呢 北部干像摆和南部干像摆之间呢 也是有一些谱系混合的情况存在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初步看到一个Pattern 因为它呢 就是北部这个深境和聚摆 更近更为接近的 这个北部干像摆居群 它有可能是 这个搭交建胜而来的 那么我们又进一步做了一下 这个既然是建胜 那么我们进一步 还是用其他的方法也做一下 那么我们又用Pairwise FST 和DXY来做了一下 我们就发现 这个干像摆北部居群和聚摆之间的这个 这个Pairwise FST 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更 小的 相对于它们一串差异是更小 然后呢 这个DXY的结果也是支持同样的结果 只不过它那个相对来说 这个趋势要微弱一些 那么我们为了验证 我们还做了IEBD 那么Identical by Descented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IBD Hiplotypes 这个结果就表明了 聚摆和干像摆北部居群 他们之间共享的这个 IBD的这个HeproType是更多的 那么它大概有50个 而聚摆和干像摆南部居群只共享6个 因此上也是进一步做实了 这样一个Introgression 那么 为了确定这个Introgression 到底发生的时间长短呢 是很早以前发生的还是近期发生的 我们又做了这个Rare Aliens 就是这个西游单蔽型 因为我们知道西游单蔽型 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和产生是 一般是比较近期的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它会逐渐丢失 因此上呢 我们来看这个西游单蔽型的共享的话 就可以表明它往往是近期的一个基因流 那么如果是早期的一个基因流的话 可能这个Rare Aliens是会逐渐 因为两个剧群它要封别经历这个选择和一个遗传飘变的过程 所以说它会慢慢丢失掉 因为我们这个结果就发现呢 聚摆就是这个聚摆和干像摆南部群体 他们所共享的西游单蔽型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没有干像摆南部剧群和北部剧群多 但是呢 它要比干像摆南部剧群和聚摆 就是这两个没有 我们认为可能没有达胶剑圣的两个群体之间的这个 共享的西游单蔽型要多一点 因此上也有进一步表明了 这个剑圣可能发生的时间并不是特别久远 那么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达胶剑圣的假说呢 我们又用Fascimico做了16个模型 这16个模型里面呢 也是各种假设各种情况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假设这个干像摆两个物种 两个谱性呢 它们之间的亲游关系更近 但是呢 假设两两这三个谱性里面 这两个物种三个谱性里面 两两之间的基因流有一些差异 那么这个模型有些差异 最后呢 我们得到了16个模型 那么这16个模型最后我们检验完了之后呢 就会发现最优模型表明啊 这个聚摆和干像摆之间 同在一个不对称基因流 而与之相比呢 就是说呃 干像摆两个谱性之间的基因流 相对来说是对等的 而这个呃 干像摆南部居群和聚摆之间的基因流 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对等的 相对来说比较对等啊 那么呃 这个干像摆呃 北部居群和聚摆之间的基因流 这个差了两个数量级 因此让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是呃 非常明显的一个剑胜呃造成的 因此让我们就进一步啊 也佐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这个剑胜的这个假设 那么剑胜现在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就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明确 剑胜的哪些基因对吧 那么剑胜的哪些基因 我们就是还是用ABABA呃 来做这个分析 那么呃 我们最后结合ABABA 然后还有一个呃 做完之后呢 我们会找到一些基因 然后这些基因呢 我们经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呃 检验把这个假阳性给它排除掉 那么最后呢 我们一共建立出来1285个 这个候选的适应性呃 候选的这个剑胜基因 那么这1285个剑胜基因呢 大概附计在65个go term里面 那么这里面就包括 对盐血破的一个响应 那么对这个细胞外刺激的一个响应 包括我们讲的解读 包括对这个金属离子的一个响应 等这些呃 基因都是呃呃 有可能发生了剑胜 那么 既然我们剑胜基因找出来 那么我们还是要想看一下 这些剑胜基因里面 到底哪些基因受到的选择 是吧 有没有可能是适应性剑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个HTA检验 那么HTA检验的时候我们就呃用两个呃用两个基因做做一个比较 那么最后 如果是受到这个呃 我们看就是受到选择的时候呢 那么显然它的这个呃数型是这个基因数的数型是不一样的 因此让我们通过这个原理呢 通过HTA检验 那么我们从别在呃聚摆和甘像白北部群体里面 检测到了730个和248个呃这样受选择的基因 那么我们这个呃 呃呃 做这个HTA检验的时候 我们选的这个呃 呃参照的这个类群呢 是南部甘像白 因为南部甘像白它的这个生进 跟这个生进跟聚摆和甘像白都不一样 因此这样可能比较起来更有意义一些 那么最后我们找到这些受选的基因里面 聚摆的受选的基因里面 它复集在46个GoTerm里面 这里面就包括光合方面的 包括这个光补货方面的 包括这个离子转运调节方面的 那么我们在甘小白北部剧区里面 找到了26个GoTerm是比较多的 像这个里面一般会跟这个 磷酸化蛋白质的磷酸化活性 包括这个生物合成过程相关的一些基因 那么这是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些基因 那么再进一步呢 我们就把刚才我们找到的这个 适应性候选的 不是这个健身候选的1285个基因 和我们看到的这730个和248个基因 把它进行了一个overlap 找它的这个交集 那么这个交集找出来之后 最后我们一共是建立出来 16个适应性健身候选基因 那么16个适应性健身候选基因 我们看到它是在聚白和甘小白里面都有的 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它的881个SMP 我们把它拿来做了一个admixture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当k等于2的时候很明显 那么这个适应性健身候选基因呢 它的这个情缘关系上来说 聚白和甘小白北部剧群是更接近的 而我们当将所有的这个位点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甘小白北部剧群 它和这个甘小白南部剧群 是完全是相对来说是非常接近的 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确认 这是这些是适应性候选健身基因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也是进一步验证了它 那么这16个候选基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那么它应该来说我们认为它是帮助这个甘小白北部剧群 适应了一个当地的海马稍微高一些 然后呢纬度也稍微高一些的这样环境 因为这个这个是跟这个甘小白 这个南部剧群相比较 跟云南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剧群相比较 那么这里面的基因呢 其实我们找到这16个 那么它相对来说这些功能基本上都是注视出来的 然后这注视出来的里面呢 有两个基因我们是比较感兴趣 我们进一步的来看了一下它们相关的功能 这一个是明星基因就是个密不基因 这个是密不来 Transcript Factor Family Protein 就是相关的说是这个基因家族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Nucleate Factor Y 那么这两个基因它分别有什么功能呢 像这个密不就是个明星基因 它跟这个花心素合成 它是调控这个花心素合成的 那么花心素合成呢 合成之后呢 它就会帮助这个植物 保护这个植物呢 不要受对这个非生物和生物的胁迫会有个很好的响应 然后呢 它这个花心素还会那么过滤掉这个紫外线是吧 帮助这个抗紫外还有抗氧化 那么从而呢 就说适应呢 就说更就是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范围可能更大一些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干香板南部群体 它这个叶片上叶片可以说有点发白 或者有点 隐隐的有点发蓝是吧 然后它球果上面也是一样 有一层蓝霜 那么这个怀疑是跟花心素相关 但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那么后面我们可能会进一步追东 去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它这个叶片里面的花心素会高一些 那么从而进一步把这个做实 那么我们当时其实这篇文章审稿的时候 还是很幸运 因为提出这个基因有作用 但是审稿上没有让我们去做这个验证 如果当时让我们做验证 补这个实验的话 就会非常为难了 因为我们当时审稿的时候 基本上是年底的时候 你要跑去除野外 都是很不现实的 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二个比较感性的基因 就是这个NF-YA7 那么这个基因在尼南界里面 就是发现呢 就过表达这个基因呢 它可以导致什么呢 导致一个这个尼南界的这个株形降低 同时呢 它的衰老会比较缓慢一些 而且呢 它对这个非生物环境的胁迫 响应的 它相当于说就是要更耐受一些 因此呢 我们可以就可以认为它 是跟这个非生物胁迫 耐受相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转路因子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两个基因呢 它都是 可能 吸入了这个干香白 不居群 适应了一个 高海拔的一个环境 更干旱 更冷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然后我们现在就说 杂交建设 我们已经大概提供了很多证据去证实它 那么现在就说 这个杂交建设 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是吧 我们于是我们做了 它一个种群动态 那么这个种群动态就表明呢 聚白和干香白 它所经历的种群动态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们两个大概都在 0.8个百万年 经历过一次瓶颈效应 那么这0.8个百万年的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的 气脏高原最大一次冰期 它是大概这个时间范围是吻合的 那个时间大概是1.2到0.8个百万年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吻合的 但是 两个物种在经历了瓶颈效应之后呢 他们所经历的后期的进化历史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干香白 它的这个种群有效规模 迅速得到了恢复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个比较 比较细虐的说法 就是死灰复燃了 或者说从悬崖边上拽回来了 但是干香白 不好意思 这个干香白是死灰复燃了 或者说从悬崖边上 给拯救回来了 但是聚白就没那么细硬了 聚白 它在经历过这次瓶颈效应之后呢 就一蹶不振 它的分布范围 它的这个有效种群规模 就一直保持的比较小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现在分布只局限在 鸭路藏步江的 流域的其中一段 而且呢 也被我们国家列练为 一级保护之物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现在就很有意思了 那刚才讲的 这个种群动态历史 到底跟它这个达礁建设 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说这个 第四季冰期的时候 二者的这个分布范围 可能是发生了重叠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第四季冰期的时候 那么可能大概在这个 云南北部的这个这一块 两个物种是相遇了的 那么两个物种相遇之后 发生二次接触 就会发生达礁和建设 那么发生达礁建设之后呢 那么这个达礁建设的方向呢 一般会从什么呢 从本地物种 想外来入侵的 就是外来物种 扩张到本地的过程中的 这些物种 这个建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据摆它的分布范围 它的有效种菌规模 是没有扩张的 而干相摆扩张了 所以说这个建设的方向 就是从聚摆到干相摆 而不是从干相摆到聚摆 那么这是我们提出的这样 提出的这样的假设 那么因此上呢 我们这个 生态模拟的结果 和种菌动态结果 又进一步证实了 这个杂交建设 可能是跟第四季 气候变化相关的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因为聚摆 它本身是一个 国家医保护植物 而我们看到这个干相摆 北部居群 它的分布范围 其实也不是很大 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面的这个分布地图 那么它的分布范围 也是比较狭窄的 因此上我们认为 还是有一些保护 生物学上面的一些 一些启示 可以拿来说 那么首先就是说 我们认为 杂交带 或者说 这个杂交建设的 这个群体 其实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 就一定不能保护它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 顺重考虑去保护它 而且呢 现在还要区分 就是说 这种杂交建设 到底是因为 人类活动造成的 还是因为自然界 原来的气候 第四季气候变化造成的 如果是原来自然发生的 一些建设群体的话 我们是一定要重视保护它 因为可能 这些杂交建设的群体 在未来的这个 环境气候响应的时候 它们就是一个保护 有可能 可以帮助这个物种 进一步图和下去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发现 杂交建设 因为我们前面做了 这两个工作 都有这个杂交和杂交的发生 所以我们就认为 杂交和神移建设 有可能在正月术里面 它是一个 就是发生比较多的情况 也有可能在很多树 树木物种里面 都是发生的比较多的 因为树木物种 一般来说 它们的这个 生殖品量都不是很强 因此上呢 它们都可以互相 有时候有一些 我们叫缝合带 Suchar Zone Suchar Line 都是有这些情况存在的 因此上呢 我们就认为 这种杂交建设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模式 另外一个呢 它可能 可以帮助这些物种 适应一个气候变化 上我最近审告的一篇 关于松树之间 北美的两个松树之间 杂交的研究工作 也是支持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第三问题就是 我们认为 这个高通量测序 在做这个杂交和建设研究的时候 它是非常非常 powerful的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 而且呢 现在大家做的很多 这个高通量测序呢 我当时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一些资深的 这个学者也是建议 我用Rod Thick去做 但我当时 我们反复选择的考虑之后呢 还是认为Rod Thick 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当时 从一上手去做的是群体转入主 那么现在看来 我们这个决定当时 还是有一些正确的 因为Rod Thick 对于大基因组来说 它handle的并不好 有可能你做了 这个转入主的钱 可能差不太多 或者说只花这个一半 但是你的S&P数目 可能只有这个转入主 群体转入主数据的 大概是1%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说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它的这个解析能力会差很多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极能性的一个语言 就两个都合在一起 首先呢 我们就是对于 敏江百分的工作 就认为它有三个谱系 这三个谱系呢 经历了不同的 适应性进化历史 和种群动态历史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敏江谱系 它是一个杂交起源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五种 划分成三个独立的进化单元 另外呢 我们就发现 高海拔分布的聚白 和高海拔 中低海拔 都有分布的 干香白之间 发生过杂交建设 那么来自聚白的 16个适应性建设候选基因 那么它可能帮助 干香白的北部 就去适应了高海拔 这样一个环境 最后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那么这种 这种建设呢 这种杂交建设呢 可能是 因为第四季的一个 气候动荡 导致二者 风波万一重叠 二次相遇 然后发生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总体上来 这个工作 这两个工作 揉在一起 我们就认为 就是说 我们至少在 狭义百目署 这样一个工作里面 我们会发现 杂交和建设 它在这个 山地地区 物种多案性的 形成过程中呢 它是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的 因此上呢 这是我们得到的 一个初步的结论 希望将来能够 进一步得到验证 那么这两天 这两个工作呢 后面发表 发表在 communication biology 和这个 molecular ecology 上面去 上我们这个 communication biology 这篇文章呢 我们当时是投到 MBE上面去了 而且呢 这个审考的结果 我说实话 其实不是很差 但是呢 因为编辑不喜欢 包括两个审考人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 也没有给A加 就给了个B加 或者给了个A 所以说呢 这个他们就最后说 你这个 两个审考人 推荐的优先级不够 因此去找了个 借口 把我们拒掉了 拒掉之后 当时也是 没跟MBE 打过几次交道 因此上呢 当时我们就 就就 转投 新出学家了 结果新出学家 投过去之后呢 还不如MBE的审考结果 有一个审考人 给了个 同意接收 或者 就是相当于是 修改后接收 另外一个审考人 直接给了拒稿 所以说 干脆变成一阵一副了 因此呢 我们就很 很郁闷 很郁闷了之后 修改之后 又投到这个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去 那么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去呢 这个编辑就跟我们聚回来了 但是呢 当时编辑 他倒是 比较 比较nice 他给我们推荐到 Communications Biology上面去了 最后我们就 在这个打字上 发表出来了 那么第二篇文章 发表的MBE 这篇文章的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 因为我们 当时投过去之后呢 很快就受到了一个 比较正面的回复 然后 后来修改后 就发出来了 那么这个 应该是前天 刚online的 那么 最后呢 就是这些 也是感谢这个 自然基金 那么我现在这个面上 还有 这个邮情 都是从这个 自然基金为拿的 然后后面 这个四川省科技厅 也是有个 四川省捷新的项目 在做 然后当然 还有参加了 这个空明之务所 李德鲁老师 主持的这个 973的项目 那么我还有很多 这个 共同作者 还有我们团队的 一个小伙伴们 那么这里就 不点名一致谢了 这是我们 19年夏天毕业的 两个硕士 当时我们一个 小团队照的照片 最后呢 感谢大家 这个听我 这个唠叨了这么久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毛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两个 非常工作量 非常巨大的一个研究 然后他们的研究 从前期的这种 单个位点 到多个位点 再到全金 这种数据 全局竟然描述了 两个百数 不同种的进化历史 而且呢 对将来的保护生物学 保育生物学 提出了非常好的 建设业意见 那么现在 我们就感谢毛老师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把自己的mute掉 然后可以提问 那么现在 我就赞助这个优势 我先问毛老师 两个小的问题 刚才您在报告中 也提到了 在这个松树中 它这种红背物种形成 事件非常频繁 那么在你们 研究这个百数中 像这假如说 这两个不同的进化单元 它是成立这种杂交的话 它们杂交是属于 那种红背物种形成吗 对 这两个都是同背体的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 百慕鼠的 从染色体 以之前压的染色体的树目来看的话 它们都是属于二倍体 这个杂交也没有发生 也没有发生加倍的 对 还有一个 谢谢您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就看您 就是 这些百数的生长的生径 都是非常的这种 好像是比较 险恶的一种生径 像这种同学们 学生们去取样 还是挺辛苦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野外的经验 跟大家去分享吗 对 这个野外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现在 从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说 出野外的话 首先 我们推荐的就是说 出野外之前 一定要先在这个 在线数据库上 把你要去的这个记录点 先给它搞清楚了 就是先 出去之前 先要知道你去哪里采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出野外的时候呢 这个交通工具方面 一定要谨慎 那么我们现在都是 从这个成都租车出去 那么这个属于前几年 经济状况比较好 今年有可能 不一定有钱租车了 但是 但是那个租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要选择 这个口碑比较好的 非常牢靠的这个司机 来搭带大家去采样 而且呢 自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自驾采样的时候 开车的那个老师 或者同学 不要跟大家一起 出去采样 就在车上休息好 只负责开车就好了 我们之前 因为驾驶员的原因 出现的一些 非常的惋惜的情况 像我们在兰州的时候 我听说 至少有两三起 因为这个驾驶员 疲劳的驾驶 而导致 车上这个 出野外的成员 受伤 甚至啊 就是牺牲的 这种情况存在 所以说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我们出去采样的时候 就说 大家就要多观察 就一定尽量 不要去冒险 如果能够 够得到的地方 就采上 保证距离就可以了 不用飞的 也就是说 看到这个爬到山顶上 很险的地方去采样 然后呢 也要带一些高支简等 这些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的去取样 然后呢 第四点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个样品处理 样品处理 我们 现在 我们之前 还有样品邮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出野外的时候 如果是用液氮采样的话 一定要注意 你要算好 你的液氮 到底能坚持多少天 我们当时出去 因为对这个液氮罐不掌握 我们带了一个大罐子 一个小罐子 那么就是怕 大罐子或者小罐子 干掉之后 那么这个样品就报废了 所以我们最后就带了两个小罐子 中间在某个中继点 我们还堵了一些液氮 所以说呢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跑完全程 那么当然很多老师 现在大家做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用硅胶材料做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因此上呢 整体上来说 我就是这些建议 可能更多的建议只有老司机 可能一起当面交流 可能好一些 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那么多 非常感谢毛老师 这些详细的建议 刚才我在群里边 好像有一个同学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在做 应该是锯板和干箱板的时候 做了一张图 说那种五种间的基因流 作为一种基因的转移 他想提的问题就是说 这是一种水平基因传递的例子 他想这样来说 他想问了您 是这样的 水平基因传递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 只要是跨五种的 都是水平转移 所以说呢 达交建设也是属于水平基因转移 好谢谢 当然就是说 当然这个概念可能也有些争议 我自己也可能也不一定对 但是我目前来说就是说 我认为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 就是说 他虽然说是水平 是物种之间跳跃了 但是呢 他也是通过一代一代传代实现的 所以从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是属于 刚好是属于夹在中间 是属于垂直和水平转移的 这个 这个结合的一个产物 因为最终结果 乍一看的话 感觉像一个水平转移 但是如果你细细分析的话 他实际上是 逐代逐代的水平 这个垂直转移 垂直遗传 最后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 谢谢您 我们如果其他同学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提问 估计就是说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好好好 神尾 我也有问题 就是说你前面提到 有那个横断山脉的隆起 就是说根据它那个分化时间 对 横断山脉的隆起时间去比 就是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 就是这种 就是说 我想研究某个山脉的 就是它那个隆起的时间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植物 之间的分化去推算它那个 山脉的隆起 假如它这个山脉的话 假如说它是一个 刚说它有南坡和北坡 按说它这两个坡之间 它那个植物之间 它那个 假如同一个属的 或者是 就是说它那个分化时间 能不能去推测 它这个山脉的隆起 你那样来说 理论上来说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山脉隆起 它会留下很多不同的这个印记 那么其中留在生物体内的印记 就是其中一种 那么另外的就包括 我们留下来的一些 在石头上面留下来的一些 我最近在写一篇 《青岛关系隆生》的这个小棕树 那么它有些是这个 沿江冷却的一个时间 有些是这个热动力学的一些时间 那么还有是 古生物的一些数据 那么像这个西方百纳植物所 周哲空老师 还有苏涛老师 他们组里面 做了很多古生物的这个工作 也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例子 那么转过来 这些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生物 这个生物体内留下的 这些遗传印记 也是可以反映这个地质历史的 但是呢 这里面要满足非常苛刻的 一些这个条件限制 首先呢 我们要假设 这个笼生之前 这个物种就是在两边都有分布的 然后呢 是这个区件导致了南坡和北坡 这两个物种的 叫我们叫叫 或者叫叫这个 地理隔离 对对地理隔离导致的 那么当然 我们要排出一种可能性 就是 你这个山外笼生之后 从南坡传播到北坡去了 那么如果你排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结果呢 就会有无差 因此他们可能这方面 就是要需要注意 现在呢 就是说 这个横门岸山这一块呢 其实新耀武老师 他们17年嘛 还是18年发表的那篇皮辣子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他是 以前做的工作 做了一个meta analysis 他就发现 但他做的过程呢 是用一个宏观的方法去做 他只是去correlate 这个specialization rate 就是物种形成速率 还有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嵌入速率 做了一些比较 那么最后得出 就是说 像我们导致了这个 可能导致了这个 物种形成和物种动性的形成 但是呢 具体的 像这个小的 这个 您提到 刚才提到 这个属于景观层面的 这样一个研究呢 可能相对来说 还需要找更 找到更好的model 才有可能 那么像 之前 这个 北京动物所的 李书强老师 他们发表了一篇 physmetic biology上面的文章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是用西州亚科的 这个蜘蛛 作为一个marker 来看他们之间的分化时间 把这些分化时间 跟青藏高原的 龙起的时间 做了 龙起 correlation 他当时就发现 他就说 这个龙起可能会比较早 但是因为他那个 细株的分布 相对来说 他除了这个 青藏高原边缘之外 青藏高原台面上 他也有一些分布 因此上 他可以得到 比较老的时间 那像我们现在 做的很多植物 都是在横断山 喜马拉雅山 这边的分布 而东部和南部 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 他们的龙起时间 是比较晚的 它属于外围的 这一块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Ferry 2015年 还是2016年那篇 几颗review上面那篇 那篇棕树 包括这个 邓涛和丁林院士 他们有一篇 这个关于古生物的 一个棕树 还有包括近期 我看到 也有些其他棕树 我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这些结果呢 都告诉我们 山外隆生 地质学家 都还在争议 那我们生物学家呢 有时候去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文献 要么过时 要么就是 只是一家之言 所以说 这个引起争议 但是呢 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是把这两个时间进行 correlate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说 整个心脏高原是什么时候龙生的 而一定要去讲 心脏高原的哪一部分是什么东西 比如东部是 东部 东北部是什么 具体的某个山脉的一些 具体的各地的研究 就在你的 物种分布的范围周围的一些研究 表明它是什么时候 龙生的 那么这个证据去 躲证你的结论 要比你去拿整个心脏高原的 这个要准确的很多 而且收复力也要强很多 这就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毛老师 我还有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这个松树百树 它应该是一花受粉吗 对 目前我们得到的 这个观察得到结果 就我查了一些文献来说的话 认为它都是一花受粉 而且呢 在真线树里面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的这个线粒体呢 往往认为它都是母系遗传 而这个线粒体往往都是费系遗传 但是在百科里面 也有些研究认为 这个线粒体是费系遗传 所以这个也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回头我还要跟这个 跟这个 吴老师 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它是一花受粉 那么一般来说 丰围的这个木本植物 一花受粉是巨多的 嗯 好好 谢谢毛老师 还好 不客气 好 由于这个时间问题 我们就现在提问提到这里 然后刚才 从毛老师的这个回答上 非常感觉到毛老师 对于文献的阅读非常的深 而且记忆非常的清晰 对这些作者 还有文献发表的 这些支持都是值得非常的深刻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不赞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然后再次感谢毛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两个非常精彩的工作报告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私下里跟毛老师去联系 然后我相信毛老师会给大家工作有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些帮助 好 那在这里我就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CGM第85期的这种报告就丢到这里 然后再次感谢毛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CGM 谢谢吴老师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毛老师 好 再见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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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